You can run, you can... Oh man, here we are, Langley Chrysler! Wow, crap,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You can, Tang will sell you a truck, a jeep, a garment, jerky!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玩堂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另外一期皮卡的视频 也没什么特别原因,主要是因为今天这批皮卡 这批皮卡挺好 也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比较特别的 而且唐大叔认为是在 盗贼公养皮卡里面,包括所有的皮卡里面最性感的一台 这么说给大家一点线索了,当然 然后为什么说这么一匹马,一匹皮卡 是因为它是长脚牛,对吧 一匹长脚牛,一头长脚牛 唐大叔最喜欢的,而且今天这个 这台车不是天天都能看到的 唐大叔这边皮卡非常多,也不是天天看到的 之所以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它整体产量很少 那克莱斯勒会一段时间给我们一台 一般每个车行也就那么一两台一段时间 差不多一个月吧,给你一两台这样子 但是呢,喜欢的人很多 因为这台车只要你打开这道门 看上两眼之后,你就很容易会心动 因为是个很性感的长脚牛,Longhorn 半吨皮卡,Ram 1500 Longhorn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这台吧 想到呢,说到哪,聊一聊 首先这台车呢,是 公羊皮卡里面半吨1500这个级别里面 最好的,一共有三个,对吧 Laramy这个级别 那Longhorn呢,算一个特别版 也可以说呢,当时应该是受到了一些 西部牛仔的cowboy文化 所以呢,整体内饰给人感觉非常粗犷 非常野性,这样子一台 那这台车呢,今天手上这台白色 配合银色的这种点缀 像轮子啊,像镜子后面啊,像门把 再加上它呢,这个Longhorn 一个特殊的batch也是银色的 白色加银色,整体感觉很高大上 但一打开呢,里面又是这种很野的一种感觉 后面也是,150Laramy用了这种双排泄管的设计 看上去很帅,那当然这个大家就知道 顺便跟大家讲了,就是一个汽油版 是一个V8引擎,5.7的Hemi引擎 后面还有另外一个batch 非常帅 写着Longhorn 这台呢,是一个四个门一样大的 就是我们讲Crucat 后面配一个5.7寸短箱 四个门呢,都是一样大的 前后坐的都非常舒服 当然这台车 唐大叔的这个父王就是开的这台车 所以呢,之前我做过一个视频 试驾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唐大叔的爸爸 唐大爷,唐大爷好难听 用这个唐大叔的父亲的那台车做的 前脸大家看到呢,就是有Laramy的这个前脸 然后呢,下面的Sensor 在Laramy级别或者皮卡级别里面前后有这些BBB Sensor的,也就是它和Limited最顶配的 当然,Laramy到了这个级别呢 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作皮卡的概念 用我的话说呢,要不然就是蓝领的这个工程公司的老板 那要不然呢,就是像我们这种华人 刚刚慢慢的,也越来越多华人接触这个皮卡 这个玩皮卡的这种 当然它是黑米引擎,也可以拖东西 然后箱子也可以装东西 绕了半天,最后大家再看来这个Laramy的标志 配的黑米引擎 这台车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柴油3.0引擎的 做一个高端皮卡,当然它会有很多东西 像这台车就配了远程启动 然后Keylight Sentry,也就是会用感应的开门 当车子锁住的时候,可以用感应的开门 先给大家示范一下Remote Start 这种现在也比较标准的一个东西了 很多车都有 最主要的功能 再按一下就关掉 夏天它会把引擎和空调打开 冬天也是这样子 你在家里房间里面按一下之后 按两下快速的按这个键 把这个车子启动起来,空调打开 等你上车的时候就非常舒适了 最主要是这个功能 但是车子在启动状态下 你必须还是要有钥匙在身边 离得很近 大概两三尺这样子 再按一次汽车的启动键 这样所有的车子供电控制才会有 不然的话车子也是别人开不走的 同时如果忘记的话 五分钟以后这个车子自己会关掉 就不会一直去浪费油 现在车要锁的时候可以用这个 按一下 现在车子大家可以看到就锁住了 当我把手放过来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这里 车子又打开了 这也不是什么新的科技 大家知道 这台皮卡定位 当然大家说真的是觉得 用我自己的话说吧 这个皮卡的实用性 SUV的舒适性 再加上那个一般车子的油耗 我要看它V8引擎 因为它是8速变速的 同时呢它有节能模式 所以车和V6引擎油耗差不多 实际使用感觉下14.5吧 看你怎么用 如果城市开得多14.78 或者高速开得多 那就再往下一点 现在唐大叔坐在里面 跟大家简单过一过 可以看到呢这种黄色的 那是一共有两种Longhorn 这个长脚牛 一种呢就是 淡相对淡的这种棕色 叫Cattle Cattle Tan 然后呢另外一种 还有就是Dark Brown 就是更深色一点棕色 唐大叔自己喜欢这个 现在我们看的这台相对浅 但是也不是完全浅的对吧 是这种非常漂亮的棕色 牛仔的感觉 整体牛仔 这个棕 这种棕色呢 加上这种木头的颜色 配的也非常好 很多地方都用了这种木头 会非常的高大上 而且漂亮 当然Longhorn的这个Batch 也是到处都有 然后大家RAN的标志 很漂亮 在中间这里呢 这台标准都有8.4寸带导航的U-Connect系统 然后呢 现在的所有换挡都是这种Dial 其实有另外一个提示给大家 如果看到龚羊皮卡是这种的 就知道是8速变速的 有一些呢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6速的 所以它有两种变速箱 那这样很高大上的这么弄来弄去 而且这里的空间都省下来 所以呢中间这块就有非常多的空间 这里可以放东西啊 这里可以放东西啊 而且中间有个超级大的箱子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非常大的 储物空间非常好 除了中间呢 还有扶手那块储物中间呢 储物空间呢 这里呢 还有分别两个 这里有一个 下面呢还有一个 所以这台车呢 所以皮卡嘛对吧 不管是斗里面还是车上面 都是非常能装的 这种皮质的感觉呢 很舒服 然后配的颜色还是主色调 用的这种棕色的 包括缝线 座位呢再看一下 非常漂亮的皮椅座位 Longhorn的标志还有 然后这种小点点的皮呢 大家知道这是加热椅 而且是冷却椅 后面的椅子只有加热 那当然了 车都是自动的前后 都是这种自动的 上下左右前后椅背 而且有两个记忆功能 而且这个地方呢 就是靠的地方可以鼓起来 这样呢 所有舒适性就唐大叔说的 SUV的舒适性 后面因为是这个酷卡 虽然前面的位置呢 相对靠后 不好意思这个乱乱的啊 新车是这样子 哈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空间是非常大的 五个人坐是非常舒服的 唐大叔也多次的全家出去 坐这条车出去玩了 两三百公里 所以一天去和回来 根本就一点都不觉得累 整体呢 座位又舒服又宽大 那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 是有加热的 地上乱七八糟是电子 其实它这随车配的电子呢 是别的车都没有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脚垫 Longhorn 啊 然后呢 更多的储物空间在座位下面 那在这里呢 你可以藏一些手枪啊 藏一些我想让别人发现的东西啊 那 电子下面呢 那还有另外一个储物的空间 这里打开以后呢 这里可以藏啤酒 加点冰 另外一边也有 可以拿来放一些随车的垃圾 所以呢 前后呢 储物空间很多 出去玩的时候 很多东西 放在脚下面呢 那个储物的柜子里面呢 都很方便 那这台车是有天窗了 一般天窗呢 配合使用 可以开后面窗户 或者开中间这个小窗户 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小窗户打开 5.7寸 5尺7寸的这一个厚抖呢 其实并不是超级大 因为我家里有这个车用过嘛 这个我们上次放个床垫 如果是标准床垫 可能还不够 所以并不要把它当做一个那种卡车的概念 对吧 我不知道大家年纪是什么样 以前国内咱们有这种解放卡车什么的 一个大斗什么 这台车实际上并不大 其实 你比起大的SUV 停在那个停车场上面 你比较线啊 比较一些东西 它并不是特别特别大 但它感觉上面很大 也很大气 也很 这个个头也很大 像个卡车一团 实际上 就我说的 为什么SUV用它来比较 SUV的大小 SUV的舒适 就这样子的 所以之前唐大叔做过一个简单的试驾 感兴趣的是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之所以抓住这个机会 做一做这个第一就是我一眼看到 不是第一次看这个车 但是 这个白色的 白色内饰 白色的这个颜色 还有内饰什么配起来 就一下觉得真的很漂亮 原来白色很漂亮 不管男性驾驶员 还是女性司机 都很漂亮 所以一下跟大家讲讲 当然上次做试驾的时候 也没怎么讲过这个车 那今天通过一个简单的视频 跟大家讲一讲 秀一秀 看一看 这台车呢 已经被唐大叔卖掉了 那所以呢乘客户来之前 抓住这台车 赶快做个小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呢今天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这个 呃 龚羊 1500的longhorn 长角路 这台车呢 目前为止 唐大叔 sorry guys 唐大叔这个 嗯 所有看过这台车的人 基本上都是第一眼就很惊艳 第二眼的话就是哇 真的很漂亮 第三的话实际使用 呃 自己家里有这台车实际使用下来 呃 真的是像一个豪华SUV啊 但是开起来高人一挡 呃 低着头往下看这个 看老外也挺过瘾的 后面有抖 5.7的 这个抖很实用 啊 家里喜欢弄花弄草的 家里喜欢 这个最近家里我们又在装酒柜一些东西 Home Project也很好用 嗯 但是呢 整体车其实并不是说 庞然大屋一样 因为1500半吨在皮卡 我说家庭用还不是商用里面 啊 只是一个半吨皮卡 上面还有250 350那些又更大一点了 啊 定位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车现在 做成这样子的一个longhorn 就好像福特的King Ranch也好 或者一些车也好 啊 不是说这个工作用的那么简单 而是唐大叔说的 蓝领老板也好 或者是咱们越来越多华人 开始接触 比较酷一点的这种男士吧 男士为主 啊 都会很喜欢这个车 所以呢 今天抓住一点时间 把我这一台车呢 终于吧 也算把另外一半做掉了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而如果喜欢这台车呢 Longhorn的话可以联系唐大叔 大家都知道了 唐大叔在加拿大最大的克莱斯的店 蓝里克莱斯的 啊 说到这就行了 不再打广告了 微信什么信息都在下面 大家可以加我 然后有问题也好 聊皮卡也好 或者怎么样 买车什么的都可以 好的 今天就聊到这了 我是白石木马尔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